在听完了刚刚的整点新闻过后 来到今天晚上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的 耐玩DJ第二个小时 今天晚上坐在布莱恩对面的他 我很明显的感觉 因为开麦之前一个样 开麦之后的声音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同 所以偷笑了一声 就是你刚刚 你啊对啊 你变化非常的大 我想说一定是因为我偷笑了一声 就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欢迎这位泰国人 他是吴清风 大家好 嗨 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想要第一件事情 就先从你新的音乐动向开始讲 因为在今天你有 新的消息 要赶快先被人家宣布 天哪你追的好紧哦 没有没有 我的那个 不管你们唱片公司也好 或你也好 就一直怎么滑都是 就是一直出来啊 真的吗 因为好不容易出了一张专辑嘛 所以当然要大量的就是消费它 没有 轰炸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大量的消费这张专辑 用新台币让太空人下架 努力的给它砸下去 但是 对是高雄巨蛋开始 高雄巨蛋11月23号 对 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卖票 有啦 9月25号 9月25号就开始卖票 你看我记录都搞不太清楚 11月份开始 先从高雄巨蛋开始 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 这次演唱会主题叫 太空被忘记 其实因为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 本身歌曲 有玩很多双关的意思 它其实 是想讲说很多很多事情 不只是语言 还有很多我们在沟通的上面 用很多音乐沟通 用艺术沟通 或者是用大家 用文字沟通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 大家的诠释 跟大家看到 跟实际上的意思 都会有两面的意思 所以太空被忘记 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字面 你好像它是一个 被忘录的感觉 但听的话会觉得 被忘记 对尤其最近很多什么 被怎么样被怎么样 可是前几天我就看 你那个po出来的 IG上面的po文也是 就讲了很多 记得 然后跟被忘记的 对 对不对 之间的事情 所以 那这次当然就是围绕着 这张新发行的专辑 对 主要还是以 新专辑为 整个演唱会的主轴 哇 这是我第一次要介绍演唱会 对啊 因为我脑袋突然一片空白 你现在 但是你不要讲 11月底也 也算蛮近的 对 就会过一半啦 对 所以其实 现在想到都有一点 快要尿裤子了 但我觉得还好吧 你就一直都 不断地 这个巡回的演出 基本都 基本上都是没有 没有断序 没有断 但是 等于11月份开始 可是这是我真正的 人生第一场 自己的演唱会 都已经 之前 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乐手 是我音乐节这一年来 一直合作的伙伴 所以其实我们是到处去唱了十几个音乐节 其实已经有建立那种默契跟一样的音乐的那种关系 所以其实也是从这个东西发展而来的 那这一套的巡回也是会跟同样的这个乐队来开始继续的 继续地来走接下来的行程的 对因为包括也是跟他们合作这个期间也诞生了这张专辑 那整个演唱会也会围绕着专辑 然后还有我个人的作品 其实之前当然清风都有透过了譬如说不同的平台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单曲的创作的背后的故事 但是还是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聊 其实又是听你自己来跟我们来剖戏 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这首歌曲就是现在主打的《太空人》 我觉得它的从前奏开始呈现的那个铺扯的那个感觉 然后到后面的这个优雅的旋律 优雅 这首真的啊 这首歌曲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铺写出来 其实它是我2013年在有一次搭飞机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时候一些自己的状况吧 然后上飞机的时候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写出了这首歌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是随身会带笔记本 然后记录想法的人 但我那天就是没有带 然后我就是随手写在一本我正在看的书后面 但我也就忘记我那本书是什么了 然后呢多年后它也我就也没有再找过那个原稿了 真的假的 就找不到 然后我就凭着印象又把这首歌就是录成demo嘛 然后把词写下来 然后就一直找不到那原稿 然后直到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最后几首歌 然后我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写关于庄子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最喜欢的文学家是庄子 然后我后来决定 因为这么代表我 我觉得还是要提到 不能为了避嫌就故意不写 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南海庄庄 然后写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都录音完了 也都后制了 然后这时候我的另外一个制作人的伙伴秀秀就说 既然都是庄舟 你要不要念一段庄舟 我就说那我就把庄子拿出来看 要不要念好了 就在那边选的时候就发现 翻翻翻翻翻 把我的庄子读本 翻翻翻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那一本 就写在庄子读本的最后一页 最后那一页 是太空人的原稿 所以 而且后来那段口白 录了我们也没用 所以其实要不是我决定要写庄子 然后要不是突然 徐千秀说你念一段口白 我也不会去翻那个书 也就不会找到太空人 而且是在太空人专辑的诞生的前夕才找到 才找到 所以这一切的这个 太邪门了 那你那个发现的当下 我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 一定会有一个 对啊会很 对啊那为什么 但是那而且何况你一直以来读了那么 常常读庄子也好 反而是在那个moment 你最后才发现到 而且这之间我也有把庄子拿出来看 可是不会去看到最后面的那个飞夜啊 所以就觉得很邪门 很邪门啊 但同时你看两首歌曲就摆在一起 我们现在继续听到 这首歌曲就是 《南海庄舟》 《南海庄舟》 所以先是有这首歌曲 所以反而才诞生了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太空人 对才找到了太空人的原稿 其实在这一次的专辑 我觉得我从第一首歌曲一直听下来 我就觉得是一张 我觉得是一张玩心很重的作品 可以这样讲吗 就从一幕期开始就是那个声音的感觉 然后我特别想要问的就是 譬如说你在歌曲的排序上面 在譬如说太空人之前 听到的是巴比塔庆典 对庆典 然后同时在太空的之前 则是失忆帧 对 它是两首歌曲的 这这这些歌曲的反差 我觉得很大 所以我觉得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整张这样听下来 你是刻意这样子的安排吗 巴比塔庆典是一个 很对不对 很外放的 很张狂的歌 对对对张狂的歌曲 失忆阵我觉得也算是一样 就是很很狂放的一首歌曲 但是你在下面接起来 确实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位置 这个当时的整张专辑的怎么讲 安排你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些吗 还是你是 这个是刻意想要营造出来的 其实曲续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喜欢排曲续的人 然后这些曲续其实是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觉得他应该这么排的一个顺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直觉 巴比塔庆典就应该是第三首 太空人就应该是第四首 是哦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想 所以你是说所有的歌曲都收得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你给他箱子安排下去 对那因为像 譬如说伤风跟失忆阵对我来讲 他们是一组的 像上下集的感觉 所以他们一定要排在一起 水仙花跟 水仙花之死跟男孩装装 他们也是上下集 所以一定要排在一起 然后呢 那这个就是对子嘛 你都走一个对子的概念 对 一定要一胚一胚的去听 所以他一定要 一定要排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伤风之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么排 反而是 其实歌都 后面十首歌都写完了之后 我觉得这整张传记 没有第一首跟第二首 没有适合摆第一首跟第二首的歌 所以我写了第一首跟第二首 所以最后完成的是 一梦机 对 然后跟包括一梦机 然后包括回收集园 对是最后完成的 所以那那个时候 那这样不是还 所以你的创作的这个思绪还蛮有趣 你反而先把第三首第四首 这个歌曲给找出来 对 而且你要说为什么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我就觉得那个 这个语言对我来讲 那个音乐的异样 顿挫就应该是这么白 所以我就说 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毕竟这是一张五星光的专辑 应该每一个细节 你都会很讲 就是说你应该都是很 control到位这样子 所以应该在曲续的安排这样子 我其实是有 脑海里面是有很缜密的逻辑 但是我很难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就跟写一首歌 为什么我会这样写 我其实很难 全是那个灵感从哪里来 但是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自己听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样没有错 所以其实他中间 每一首歌的空白几秒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都是有修改过的 难怪这张专辑让大家等这么久 应该讲说 因为大家一直在想说 从吴金峰开始丢歌曲出来了 发表歌曲出来了 我们一直在想说 到底专辑什么时候出 然后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次我们有通电话的时候 也是问到这个问题 总觉得 或者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以你这种缜密的规划 应该没有办法 就是说 放弃专辑这个 让我们大家一定会要等更久 这样子 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做专辑的人 我觉得放眼望去 没有人比我更喜欢做专辑 我会讲 就是有很多人做专辑很厉害 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 我是很热爱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废话特别多 所以一首歌其实满足不了我 我喜欢用很多的歌去讲一个故事 譬如说 其实音乐节也好 音乐节可能就是七八首歌的时间 但我也希望那七八首歌 是一个很有完整的故事的东西 对我来讲 我喜欢这种 多重交织 然后诠释一个事情的这种感觉 你看刚刚讲到说 在歌曲的安排上面 你会有两首歌曲 这样摆在一起摆在一起 刚刚我们先是听到了 《男孩庄周》 现在又听到 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听 反过来 其实也不错 因为这是回到他的前世 对 因为其实在《男孩庄周》写的就是 《水仙花之死》 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 那个人死亡了 然后后来他变成花之后 那个花看到花变成花 然后他也有点后悔 然后他也枯萎了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声音说 如果再让你复活一次 你会怎么活 他后来复活了 变成《男孩庄周》 所以你看 那这首歌曲的 好 譬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 《水仙花之死》 我觉得它就是 专辑里头很多首歌 我觉得都是这样 就是 我感觉你们录制上面 应该包括了后制 应该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同时你也在考验着 听的人的 左右耳的敏捷度 是不是 你是刻意要 刻意要呈现出一种那种 脑袋有一种分 分叉的感觉吗 《水仙花之死》 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跟别人 共享左右耳机的一首歌 对 你没有办法跟隔壁同学 一人听一耳 因为你就会 miss掉一半的东西 就可见吴清风是多么崇尚 stereo的这一个录音的方式 就是左右可以分到 因为其实 其实这个是混音式的创意 他当时 这是 善维明老师小善 然后 他当初就直接这样摆 他其实在做一个 他只是在编辑我的vocal的时候 他就这样摆 然后我们觉得 哇这样摆很不错 就是一边 就是和声在一边 然后主旋律在一边 你只听一半的时候 你会lose掉一个东西 然后他说 他跟我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这样摆 然后我说 可是很符合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其实他也是对半 在讲两个故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讲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把左右耳的立场反过来 所以其实也有符合这首歌 在讲的语言 所以最后的 那个故事的呈现 对 所以其实最后会变成这样 也是一个跟魂音师之间的缘分吧 他也是从这个歌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会想要这样 想像这样子的idea 知觉 你看看 可能因为也是可以有机会 跟你讲 他也可以用更大胆的方式 然后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用了 用了 好 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水轩哈之死 那待会再回来呢 我们继续会跟吴清风聊更多的 新的专辑 太空人 这次别再回头 看你 每一天在你身边 我只想听音乐 我只想听音乐 開麥前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不然是一個 什麼 非常苛刻的一個 像衣冠型瘦的感覺 也沒有就是都不理人 沒有啦開玩笑了啦 今天晚上又再次的歡迎 太空人他是吳清峰 耶大家好 我剛剛聽到了一個新的訊息 就是 當然新的演唱會 即將在9月25號要開麥 在高雄巨蛋 是在11月的23號 那同時還有另外一個訊息 就是你跟我們headerfine 連播完又有更多的連結 對 我自己介紹一下可惡 我想可惡 來搶飯玩可惡 因為我算是有一種 那個headerfine養大的小孩的感覺 然後我這個小孩呢 就是特別的 就是喜歡回家 哈哈哈哈 回家 回家鬧一鬧 對那男的有作品的話 我一定要多來headerfine鬧一鬧 所以我接下來會來 扮演主持人的角色 來串位 所以你光帶演唱會的訊息來還不夠 然後還要帶節目的訊息 然後我聽說從9月28號 就教師節這一天開始 就可以聽得到了 對就會對大家尊尊教會 所以那你在 你在你 尊尊教會 你在你自己的節目 你看你光是對自己的唱片 你就已經有很多想法了 當你現在又變成要有麥克風的話 你主持上面 而且是廣播節目 當然譬如說電視上面我們常常看到 但是主持上面 廣播節目現在開始有點出行了嗎 想要聊什麼找什麼人了 分享什麼樣的音樂 有我們已經找好我想要找來一起聊的人了 但因為我實在太久沒有就是 用廣播跟大家介紹音樂了 我覺得重點可能會變成聊天而不是 可能會踩片每一首歌 我們想說我們現在還有七分鐘時間給你踩 還不夠你自己的節目還要踩滿它 不夠今天才踩半小時 真的是意猶未盡 意猶未盡 那OK好意猶未盡繼續回來聊音樂 這首歌曲叫做巴別塔慶典 我們上次有因為這首歌曲的禁榜 然後我們有聊到天 我記得那時候你還特別講到說 因為我們有聊到MV嘛 MV很繽紛 各式各樣不同的場景跟畫面 然後同時它的歌曲的本身 聽起來也是覺得很歡樂 但如果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你說這首歌曲的創作的時候的當下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情景 對在創作的時候其實蠻黑暗的 內心蠻黑暗 我記得你有這樣講過 對但是因為我常常在做音樂的時候 是一種療癒自己或激勵自己的過程 所以在這 我就覺得在表現這樣的主題的時候 我應該用一個歡樂 或是用一種幸在樂禍的 口吻或音樂的態度來看這件事情 旁觀者的 就是旁觀者看到他們明明生著病 他們卻深陷其中覺得自己在狂歡 所以因為巴別塔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又回到了這張專輯 剛剛早點說你分享的主題 對包括了語言 溝通 包括了語言 然後隔閡 所以這一次的這張專輯裡頭 所呈現出來的這樣子的 這個意境 你真的是花了很多不同的歌曲 然後來講這些不同的故事 對它其實 我想像中是有一個虛擬的太空人 站在中間 然後有十二面鏡子照著它 然後讓你來互相照 你在照這個主角的時候 你其實也照到了其他的十一首歌 十一首歌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譬如說 當時我們看到這本如此繽紛的 然後很滿的 顏色很繽紛的畫面之後 就這一次我們在專輯裡頭 呈現出來的感覺也算是色彩很繽紛 這個時候你這些的設計上面 譬如說包括了 每一次跟吳清風相關的作品 我們都很在意 譬如說字體啦 我們在 你真的是讓我們很累 就是我們聽你的歌看你的專輯 然後都是還要從音樂 然後聽左右到 然後專輯來 然後我們要看字體等等 左右到這個有 這一次有符合我們歌詞本的設計 因為這一次的歌詞本也有 整大家的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是左右兩邊有 各自一個歌詞本 但大家會看看歌詞 找不到歌詞 因為如果你沒有兩邊對稱一起開的話 你會找不到你的歌詞在哪裡 對不上去 對因為他們兩個就是存在一個鴻溝 但是兩個卻要跨越那個鴻溝 你得一起翻 這樣子一起翻開來 然後才可以把整首歌曲看完 歌詞都是跨越的 現在還是在 整大家 有點整大家 是不是有 到最後我們大家是不是還是要 上那個什麼 什麼夢境什麼歌詞王 魔鏡 魔鏡歌詞王之類 沒有 但確實這些不同的 所以這些的想法 都是一剛開始在你腦海裡頭 都已經在 設計其實是我的老大黨 副秀 謝副秀小姐 他幫我設計的 那他當然知道我在講的是溝通 然後講的是對照 講的是很多錯置的東西 所以他也是這樣設計 你就真的 你要看完一首歌歌詞 你非得要跨越他們中間那條溝不可 所以讓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對而且一開始你真的 你會摸不著頭緒 你得去哪裡 確實一剛開始不太摸不著頭 然後同時 因為我們太習慣 譬如說從左邊開始看 當我記得我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我看到右邊說 你這邊在幹什麼 就這首歌詞怎麼這麼長 對有一點就是說 這邊現在是在幹什麼 寫散文 但是其實才知道 他又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 視覺上面的呈現 現在聽到的這首歌曲 也是專輯裡頭 對他其實就是在我剛剛說的那種鏡子的概念 這首歌其實是另外11首歌的歌詞拼貼而成的一首歌 就是他是從 他叫回音收集員嘛 所以他其實是去其他11首歌裡面收集 一首歌裡面收集一兩句歌詞 然後拼湊了這首歌 擺在第二首歌曲 但是你剛剛早點就說 你先把後面的歌曲都完成了 對 這個是倒數第二首寫的 但反而你把這首歌曲擺在第二 對 所以你要把這個所有的拼貼 他有點像 那如果易孟姬第一首歌是一個序的話 這有點像目錄 喔 這樣 你的你的 其實我在想 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是想要把每一首歌詞前面加hashtag 你加hashtag的話 你可以連結到那首歌的另外那個歌詞 對喔 但是 但是同時 你如果說是像目錄的方式來呈現的話 我覺得在視覺上面就 後來我沒有加 但是我看到 珊妮的新歌有用這個概念 然後我覺得 我就有傳訊息給他說 我們兩個真的是知己 對 因為我們這兩張專輯有很多相通的東西 知己到 聽說到時候連節目好像都會 對我們要 知己要一起做節目 聊不完的 只好下次聊 只好下次聊 對我們今天聊太兇了 同時一直在逼 對我話太多了 沒有沒有沒有 哈哈哈 我們時間 時間不夠 下次可以再找我來嗎 可以啊 我可以嗎 小姐姐們 好 小姐姐們 他說 有有有有有 你不要到時候又再打電話 我十月很閒喔 打電話給你又說又去哪個 歐洲什麼地方 在那邊 只要不裝吧 我整個十月都可以在這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不存檔案照的話都可以 哈哈哈哈 存了 檔案照已經都存好了 對 都用同一張 所以大家注意了 新的專輯已經正式的推出 叫做太空人 而在11月23號呢 從高雄巨蛋開始起跑 這一次呢 叫做太空被忘記 新的巡迴演出 會在9月25號 就會開始開賣 所有的聽眾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了不同的社群平台 繼續來關注 吳清風給我們要分享的 最新的音樂上面也好 或者演出上面的訊息 9月28號在黑大飯聯盟網開始 你也可以聽得到 期間限定節目 目前名字還不知道 是未知數 到時候大家收聽就對了 今天晚上謝謝 吳清風 謝謝大家 下回見囉 拜拜